負責統籌新冠疫苗接種計劃的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聶德權 4月中曾經表示 復必泰有使用期限 所以接種中心計劃運作至9月底 科興接種中心都同樣運作至9月底 但由於科興的保存期比較長 當局之後會安排有私家醫生協助接種 衛生防護中心前總監和疫苗專家委員會成員真浩輝就重申 疫苗有使用期限 而接種疫苗是大勢所趨 外國未來或要求入境人士持有疫苗護照 他呼籲市民要把握未來的3個月時間盡快接種 他還聲稱 恢復通關和放寬口罩令等前提 都是需要有高的疫苗接種率 並且引述張祝君昨日說 不知道大家在等什麼 出席同一個節目的新冠疫苗顧問專家委員會 召集人劉澤昇就引述數字說 本港的疫苗接種率仍然不夠兩成 按現時每日接種1.4萬至1.5萬劑推算 去到年底只有大約450萬人接種 與目標的6至7成仍然有一定距離